好 但这期配剧中 还是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 其中最关键的是 死者夫妻两人的小儿子 他在事发之后 失踪了60个小时 才现身到警察局说明 对于父母的生死 不闻不问 他是说 爸妈死了 他一点都不难过 早就麻痹了 看起来非常冷漠 除了长期涉嫌家暴的父亲之外 他也透露了另外一部分 很复杂的家庭关系 而到底是谁放了这把火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一见当媒体赶紧戴起 口罩 安全帽 油眉一催 话也没说 立刻走人 他就是失灵粮死火灾的 最后关键人物 死者夫妻的小儿子 案发后两天才到案说明 但整起火灾疑点重重 一度以为是气暴 在火灾现场弥漫汽油味 怀疑是人为纵火 而且大门只开一半 起人疑斗 小儿子声称 当天凌晨一点就出门 有把门关上 这里火灾发生了一个半小时 难道是父亲出门买的汽油吗 双亲惨死火场 亲生儿子却失联将近60小时 难道火跟他有关 他表示因为21号手机换了号码 但隔了两天 直到25号中午才现身 对父母生死毫不关心 这两天又去了哪 其实男子现在27岁 四处打零工 因为大三被学校二一 工作不好找 但他说双亲死了 不会难过 早就麻痹了 一字一句透露出他的冷血 但外界也怀疑 长期涉嫌家暴的父亲 导致妈妈离家半个月 还曾经怀疑两个儿子 不是亲生的 坚持要做DNA鉴定 确认亲属关系 也被怀疑是纵火凶手 一把火烧出复杂的家庭关系 到底谁狠心要烧掉自己的家 这有王善伟 台北朋友 你梦的长期 你梦的长期 还会做DNA鉴定 世纪的长期